这个单字要跟各位讲的是 Suspend 用到的是拆字计法 好来 Suspend 这个单字动词有分离分开 还有各自的单独的意思 这个文章 Suspend 好来那 Suspend 我们就这样猜 Sus跟 Pen Sus 各位这个你要先了解 这个是 Sus 另外背一下 各位这个是 Under 在底下的概念 SU 各位这个重要字跟这个建议各位 我会放在上面都是很重要的字跟 什么要做到这个 CP 值很高 就是说这个字跟他能够帮助你延伸出更多单字 我们注意那些单字就好 有一些字跟太过冷门 有些字跟自首他比较 比较牵强 比较难以理解 那我就不太特别讲 那 Pen 是比 各位 Pen 是比很简单吧 各位中间这块应该非常好理解 好来 比掉在底下 各位你比在底下 你还可以写考卷吗 你没有办法写考卷 你只好暂停写考卷 懂意思吧 好来 那这边比单字做一下 补充 PEN 比的单字 补充 第一个是 Depend 然后各位一样 比掉下去了 你只好 依赖别人 懂吗 比掉下去你只好依赖别人 你只好跟别人借了 不然怎么办 你怎么写考卷 没办法写考卷啊 Suspend 是比已经在底下 你没办法写 所以各位 Depend Suspend 这两个单字各位一起记 想象那个画面 比掉在底下 你没办法写考卷 你要依赖别人来帮你写考卷 不讲错了 你要依赖别人借你笔 那 Dispense 各位 DIS 各位记得方向也是向下 PN 也是向下 所以这个就是笔往下发出去 把笔发出去就是有分发提供的意思 各位这单字很实用 为什么 饮水机英文叫 Water Dispenser 那你可能会说老师 那William 那这个单字比 这个跟这个 你可能会搞混 那怎么办 的确是会搞混 但是那个概念是一样 比掉下去 一个是依赖 一个是分发 那看各位你如果觉得会搞混 那你可以不要这样子记 这是提供给各位一个记忆的方法 那 Dispensable 你如果都发出去了 就可有可无了 没有 它也没差 Dispensable 那给你很多笔 Compensate 那个国小生 小学生 两个吵架 对不起 这边笔送给你好不好 Compensate 给你很多笔 补偿 这边几个单字念语是吧 Depend Dependon Suspend Dispens Water Dispenser Dispensable Compensate 以上是Suspend的单字补充